好,我到了城市博覽會 Expo Taipei 怎麼已經那麼髒了 你看地上 地上會 Follow the Expo Follow the Route 看一下 禮拜六會有表演 下午兩點的開始開幕 會有一些樂團 創意 手工 禮拜日也有 我今天來逛城市博覽會 希望有好玩的東西 我看來有些市集 風味市集 賣什麼都有 大會服務處 這是一些手工的東西 這是一些手工的東西 這是什麼 銀杏 第一次看到你的作品 真的喔 因為不像那種 買那種現成布去做的人 有做一些 我全部都自己做 喔 價位多少 價位的話今天是都有折扣 年度的回饋 所以一件是八格兩念七格三件六 算是超大的折扣 然後我們平常 因為我們自己做所以價位大概都在 像這種是980 但是因為我們車封很細 所以基本上是用不快 然後又很特別的配色 所以會比較 如果買到三件就會 六百六百多 所以差很多 然後這種是這邊是已經折下來 大概是五百多塊的商品 但是還是可以參加 所以就可以自己搭配 這個很可愛喔 對啊因為我很喜歡富士生 這個花很多時間之前應該 我之前訂的是一千多塊 但是因為今天就是 你自己去拼那個耶 剪一些碎布去 這也蠻好看喔 這系列賣的蠻好 但今天帶很多 因為它大小比較剛好 對啊我有做的稍微寬 但這個也很好 很多個人會 送媽媽 就是母親節或是 節日就買一個送媽媽 因為很特別 這樣也可以湊嗎 都可以湊 就隨你湊 所以這個兩百五 喔那很好 還可以再六十 那我要湊這邊 我先講 我今天就是 在跟大家交朋友 然後如果有粉絲還是 帶回去 喔那我是新粉絲 好謝謝 今年第一 哈哈 真的嗎 因為我很少看到你的東西耶 我常逛四集 前幾集 擴出了台北的情 以智慧社會住宅 定義了台北的祝福 以清新空氣 守護了城市的健康 未來的競爭 台北怎麼面對呢 輸以城市體質 以東西區蠻圖計畫 定料城市軸心 以都市宅稱 解決城市城河 以TOD TOD 公司協定 搬轉台北 如何讓世界認識台北 台北 以溫暖國務館 將整個城市 都變成移動國務館 讓故事在語言的聲明 流動 互動 一種共感 造出獨特的城市文化 新貿易 從日常生活長一開始 打造共同之共 會在被規劃 專屬獨立政策 希望 不僅多久 更要活得好 我們如果用三十五種 看到一個城市的好朋友 那就去看市場吧 市場 是整個城市生活的錯誤 台北想要更好 在地市場需要進化 於是 台北不怕 將優達市場全面來關心 美麗後疫情時代 台北如何運教會單位 從教育無限進教 智慧停車智慧系統 到台北控電力力 串利醫療 營生 運輸 教育跟公共 台北做了許多 看不見的數位分析 未來 台北也準備奏劇 持續將我們對這塊土地的行情 傳送到世界 傳遞出我們的政治樣貌 台北 原來主持 這是一個持續能力的層次 這是一個值得期待的層次 這是我們 未來的台北 最多的現場 他在鮮艷港 在十集的隔壁 你被參加目前 約導覽 台北是一個什麼樣的城市 台北始於河嶺 與環山對話 走過百能歲月 忠誠座繁華的城 以柯文哲的心 我們因他而相遇於此 和台北 也引他的風浪 守護我們 健康 優質教育 工業化 永續 城鄉 多元火岸 這裡有很多的 全球時代對焦的遊城 是亞洲第二年 城市再生 比較多像是城列的東西 我對老屋比較有興趣 整個城市都是你的活物 大道城有什麼 大道城情人節 新文化運動 每年十月有新文化運動 大道城 北投也是很棒的 溫泉區 這次我是參觀的 日軍這個醫院北投分月 是綠色的 溫泉區館 地熱谷 北投台灣銀行舊宿舍 紅奶湯也是個景點 普祭寺 這是吳迴強博物館 是綠色的 溫泉區館 城南台下 城南有什麼 保障營有光潔 紀州安 蘇捷 杜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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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北呢 城北廊代的話 城北廊代的話 有龍甲龍山寺 秦山寺 晴山寺 晴山寺 城西 南港北流也是 也是 去年才開的 也是一個很棒的 還有這個 這也是今年才開的 剛開赤林表演藝術中心 發想緣起麻辣鍋 與紫石山大壯 被市民歷稱為 這他都寫出來 貢丸和米血糕 他其實是威尼斯建築獲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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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獄 最老的二子坪 這我沒去過 台北最古老的地質景觀 二子坪 你看看 他這裡還有一些影片介紹 台北大眾走全長為一百三十公里 封為八段 四季更別可以賞花賞花賞 賞花賞 還有台北糧倉之間的關鍋品 不僅是大眾走的起點 是終點還有關鍋的藝術 關鍋這麼便宜 百萬大約 第二段是 小油坑 麵天平涼亭 第三段 風貴口 雲露古道 第四段 風貴口到中華柯大 這麼多漂亮的地方我都沒去過 站堂站 還有第三段 風貴口 第六站 中華柯站 林光站 有百萬葉子 拇指山 拇指山也是可以眺望台灣 白北的 貓空 五遊人神谷 指南宮 第八段 指運動物園站到關鍋站 很亮老無心生命 中山區 丹安區 丹安區是行務所 西本院寺 就像 派出所 井丁日式宿舍 青田街 美軍宿舍群也是 楊明山美軍紀錄圖 還有原山別庄 一號涼昌 其實一直有在做這些改造 而且他們改造都蠻漂亮的 觸摸 民間的 這些都是民間的 政府的 現在是兩邊都亮了 現在我也不知道 哪個是政府 哪個是民間 同時觸摸 一起來 如果你想要看哪個是政府的 這些 全部都是政府的 他的意思 不知道 這設計的怪怪的 文房就是這樣 上次我有影片 就是在 在中校行政戰 文房 中校行政戰 樂谷 都沒有去過 宿舍區 宿舍區 一號涼昌 都沒有去過 四百院子 細咖啡 這次美軍 在陽明山 經濟指的邊 上次有去過 美軍部俱樂部 海泉陸 49 長城市林區 這次在市區 在市林區長泉陸 川端一塊 海泉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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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泉陸 清田 這往往也沒去過 逗留山裡有 在浙眠山上面 現在變成 咖啡廳 上色的區域 總財運空間 圓山別裝 這就是圓山美術館旁邊那間都督市 Made by the King 台北行務所 這很漂亮 這應該是蠻新的 2020年才修過好了 原本是台北城外的一項大型公眾建築 帳後變為台北監獄 現在有多媒體傳播公司 有做定期的講座 還有不僅是參與 這個蠻漂亮的名產 夜行記 白昼登記 白昼職業 每年都有不同 像南港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2011年 大家都不要說 這辦了好多年 2022年 是在市嶺 去年也去年 2023年 今年會 方圓台北就是 這裡有一些台灣的一些活動 還有同志遊行 每年10月底 不知道今年會不會辦 這個開災節 這個也蠻想去的 不知道我忘記是每年什麼時候 水燈節是每年11歲 開災節時間是每年的開災月結束 水燈節的話 我們今年是在10月任何日在台 我們朝那邊 我們今年還是在同樣的地方 再歡迎大家一起打一下 開災節什麼時候 開災節已經結束了 因為開災節是按照他們可蘭基的立法 對 所以每年都不太一樣 今年4、5月就辦完了 所以明年的話 會再公佈這樣 大約都是4、5月 可能也有 4、5、6月都有可能 對 就是這個時間點是不一定的 所以他們的按照他們立法去計算 所以每年都不一樣 要怎麼樣知道 我們在那個 我們在文化快遞 還有就是 觀傳局的官網上 都會公佈 觀傳局 對台北市觀傳局 這是自己要去看 可能要看一下活動 或者是說可能就是 常常會錯過 對 可能會比較常錯過的話 就是可能 就是可以打電話詢問 可以先問一下說 今年會不會辦你這個活動 要問誰 可能也是一樣打到 觀傳局 觀傳局 觀光的官網 觀傳播的局 對 傳播局 因為像他的 時間不固定 很容易錯過 像我們其實每個時間都不固定 像水燈節 是因為我們會根據 泰皇 公佈的時間 然後我們會不一定 不過大部分都是11月 同時遊行是10月底 所以每個都有差不多 可是開災節 我比較不缺 開災節的活動的話 是不是時間上都會比較不固定 因為那就是 他是伊斯蘭利 那伊斯蘭利是少於365天 那所以就是像他 災界月是伊斯蘭利的第9個月 那第9個月 一整個月災界月過完之後 他第10個月的第一天 就是他們的開災 開災節 他們會看月亮 新月的部分 去確認實際開災節的時間 那我們通常會辦在他們開災節 過後的第一個禮拜天 因為剛好有移工 他們也會放假 對 那就是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每年的這個歡慶活動 都是會提前 像今年我們是辦在5月8號 那明年看的話 其實應該會辦到4月底了 一直往前一直往前 他伊斯蘭利比我們大概少11天 所以大概每次都會往前 一兩個禮拜 一兩個禮拜這樣子 會一直不斷的往前 會不斷的往前 因為像我記得2019年的時候 有改的是聖誕節附近嗎 這樣 2019年的時候是6月9號 所以你看才差了三年 就差了快一個月 對 所以就是他一直往前一直往前 所以我們要去確定日期 就是繼續查 今年的下一季的月什麼時候 我會建議您 就是因為其實我們這些台北市舉辦的活動 都會在我們台北旅遊網上面的活動年曆上面 會去寫 台北旅遊網 對 台北旅遊網 你可以直接搜尋 臉書還是網頁 它會是一個網站 網站 對 然後裡面會有一個活動年曆 就是台北市舉辦的大大小小的活動 就基本上比較大的活動 一定都會在上面 這幾個都會有一個 對 基本上如果我們確定時間 我們會更新在上面 OK 還有地點的部分 對對對 因為常常錯過 我都看朋友已經玩完了 我才說 真的嗎 所以您在這裡有興趣嗎 因為其實我們 這個剛好就是我們舉數舉辦的 然後就是因為像我們 其實每年都會有一些文化互動體驗的活動 當然還有一些清漫市集 就是有一些可能穆斯林用品 對 因為這幾年疫情的關係 所以就沒有賣吃 但是就是還是有一些 美食 美食是最重要 對 其實2019年那時候還沒有疫情的時候 真的就是有各種不同吃的 對對對 我之前還有看一個世界 呃 有那個非洲的也有嗎 沒有觀傳局有辦非洲的活動 還是不同單位辦 因為我很喜歡那個非洲方面的一些 因為其實我們應該各種不同的局處都有辦很多大大小小相關的東西 對 如果就是可能有一點關聯跟台北 因為其實這一區就是我們這些族群都在台北 我們在台北生活 非洲也蠻多囉 要注意他們的存在 我們可能會在 對 就是盡量 對 因為這是一個多元包容的社會 所以就是我們就是盡量先 各種族群各種文化 然後說在台北我們有辦一些這些族群的 像泰國這樣看到泰國的活動也是你們辦的嗎 對對對 他們好像今年的話是在10月30號 會在那個什麼彩虹橋在柔和 我知道明年都是那裡 對 那鋪水節也是你們辦的嗎 鋪水節可能就 中和那裡的 對 對對對 對啊其實就是 其實大概大家都有在辦各種不同的活動 那就是也是希望大家可以了解不同族群的活動 好 台北觀 剛才說去哪裡查那個網頁 旅遊網 旅遊網 台北旅遊網 對對對 對對對 旅遊網 OK 謝謝 很棒 所以大家要去台北旅遊網 就可以看到很多這方面的活動 就不會錯過 還有客家藝名加年萬 客家 這區是有關於台北飲食的 這應該是比較有趣的 就是講到一些不同的夜市 第一 旅果市場 淮南市場 南門市場 成功市場 大龍市場 士林夜市 公館夜市 食勝公美食 分這幾區 市場是城市的縮影 沒錯 而且這幾年有很多舊的市場都變改造比較漂亮 所以那種 淮南市場是成立於啟用於1978年屬於零售市場 公營大宅北竟三成的食物來 淮南市場 有44年營運 有1258個攤商 第一魚果市場有47年營運 更久 1091攤商 23年的市場 第一魚果市場 這第一魚果市場更早 南門市場 有40年營運 哇 市場的攤位就比較少 257個攤位 南門市場 源自於日本時期的千穗市場 與大稻辰盟甲三足點力 南門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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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市場 是1986年 那是蠻晚的 三十六年營運 196攤位 市林驗室是1959年 有456家 其實沒有想像的攤位多耶 456家 因為他在慈賢宮市林市場 楊寧西邊一帶 後來規模擴大 成為最主要性的夜市 曾經以觀光為導向的 新夜市 因為買賣價格有個減少 還有疫情 現在有整個重新在整理 大龍市場 有82萬 所以其實蠻少的大龍市場 在大龍上 他比大道城更早發展 公館夜市 公館夜市 就是在水源市場 這裡有70到80年 7080年代 隨著江湯發達 台大附近 所以這公館夜市 還有80家 公館夜市 慈聖宮 大套城的慈聖宮 1866年 有廟 還有20家攤位 慈聖宮 怎麼可以拆20家 慈聖宮 說錯了 慈聖宮 慈聖宮 是在大道城 那個 那邊很多慈大20家 也是非常多美食的地方 智慧台北 可以怎麼玩嗎 可以怎麼玩嗎 可以拆 慈聖宮 慈聖宮 的感覺 對 小心 看下有 精大 像現在在大廣西 在大廣西 ước到大廣西 是有趣的地方 太熱了 有趣的地方 你為什麼不想玩 也感到 怎麼舉起 會ov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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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 文字幕志愿者 南港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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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